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楚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内置标签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看一下模板中的内置标签功能 标签呢是HTML的一个标准语法 那么我们Sync PAP呢模拟了这种标签的写法 然后呢完成在模板中实现PAP当中的分支控制循环和判断的一些功能 那么今天的第一节课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判断和比较这两个功能 好首先呢我们首先先打开这个demo第39 好直接打开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打开这边的controller 然后再打开它对应的这个index 那么这边呢我们因为上节课的缘故呢变成空了 所以的话我把它重新再建一个 点tpl 好把第一条删掉啊 把第一个删掉就留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做 然后呢我把这个index保留下来 然后这边就直接写 第一个呢我们是怎么判断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复语句 我们先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复语句啊 一复语句就是判断 好中国号首先是一复 好然后呢让它结束啊 一复就可以了 好刷新一下啊 那刷新其实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啊 这边的缓存 它是怎么生成的 哎它这边就是有个一复 还没有生成 好我们不去管它 然后呢给它加个条件 条件是用属性来做的 叫condition 好这边多了一个d 然后我们给它来个等于 在这里呢我们直接拿到那个user user的话就用dolof加user 就得到它的蜡笔小新这四个字 然后呢我们想我们是等于蜡笔小新 好这边呢是可以写等于的 但是它除了等于之后就不支持了 比如说大于啊小于啊这些表达式 我们就必须要用neq啊lt啊这些 这些来代替了 但是这个等于还是可以支持的 我们试试看啊 刷新一下没有错误啊 但是如果你写个大于 写个大于小于的话 大家来看好就发生语法错误了 好注意要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的话我们都建议啊 它既然是这个大于等于小于 它既然是不支持这个这个 直接写这个符号的方法的话 我们建议都用这种 eqneq这种表示方法 所以等于的话我们也用eq啊 也用eq也可以 如果等于之后呢 我们就变成小新 好了刷新一下啊 这边就打印出小英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这边生成的这个文件 它这边就会写上ifuser等于等于 蜡笔小新 然后打印出小新 然后说andif就结束了啊 非常就会自动编译成 pap的if语句 然后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写上else else杠啊 这边写个杠就可以了 或者空一个杠也行 就是错误啊 如果没有就是错误 刷新一下这是对的 如果把它改一下 改个1等于蜡笔小新1 刷新一下就变成错误了 当然它还可以有这种写法 叫做 叫做elseif 那这边就写condition 再来一个 比如说这边是userEQ 叫黑旗一户 然后的话 这边就叫做一户 然后它这个elseif呢 我们应该加它加一个杠 好 刷新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把它改成黑旗一户 我们来看一下 黑旗一户 好 在这里刷新一下就变成一户了 那么这就是 一副语句的完整形式 我们把它注视点啊 大家自己做的时候 是可以去对照它的生成的文件 看一下它的PAP语法 我们这边不完全看了 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再改成蜡笔小新就可以了 下面来看啊 这个EQ呢 是等于 它也支持普通的等于号 但是这个大语啊 小语啊 是不支持的 因为可能会和这个解析冲突 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用我们前两节课学的这个 呃 相呃 这个表达式啊 来做 下面一个呢 是condition的条件呢 是可以用这个PAP函数的 好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们就写个简短式的 if 这边写个小新 好 这边把这个去掉 好 我们去掉两个叫蜡笔小 那这样子肯定是什么都没有 好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用一个mb substr 括号 括号 逗号0 逗号3 逗号 然后呢 是utf-8 这边肯定就是什么 是PAP语法了 对不对 刷新一下 小新就出来了 小新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是支持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生成文件 生成文件在这里啊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的 好了 我把这个呢 再拉到上面去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如果是 宿主或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点语法 也就是说 你不清楚它是宿主 还是对象的话 你用点语法的话 它会智能判断 我是宿主的话 我该怎么取 我是对象的话 我该怎么取 所以用点判断 对 this 指向 a rgm 来个 day insert 指向 那底下 新 好了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复制一下 粘贴 呃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么做 直接写上 德勒弗 对 点上user 等于蜡笔 小新 好 试试看 刷新一下 没有问题 一样的 没有变化 说明是对的 通过这个点呢 它会智能的 先去判断 是宿主 我们就直接取 如果是对象的话 我们就直接取 好 当然 如果你 你本身就知道 它是对象的话 那还是建议 直接使用对象的模式 就是一个冒号 好 一个冒号 刷新一下 就不对了 因为不是对象 但是用这种方法 可以吗 刷新一下 就会发生语法错误 所以我们这边呢 用点 表示宿主或对象 我们用冒号 表示的是 你是对象 用之前说的那种方法 好像行不通 看到没有 我们用这种方法 试试看 加个逗 加个单引号 刷新一下 这个倒是可以的 这个倒是可以的 看到没有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 好 这边冒号 我也把它加上去 X2 刷新一下 没有出现语法错误 但是就是不输出的 原因呢 是因为我不是对象 OK 那么最后一个呢 Condition的条件呢 是可以使用系统变量的 好 再复制一份 那我把它呢 改成系统变量 还是要加一个 Doller sync 点上get 点上一个谁啊 user 现在刷新是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后面加个问号 叫user等于 蜡笔小新 回车 是不是就有了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get来获取的 好了 看一下它的ps备注 由于if的标签的condition呢 是基本上使用的是PAP语法 PAP语法 所以尽可能我们要判断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叫做比较标签 还有就是switch 如果是像这种分支结构比较多的话 我们就建议使用switch标签 如果是它的条件判断比较简单的话 我们就使用比较标签 好 在这两个都不能满足的条件下 我们再去使用一笔一句 再去使用一笔一句 当然一笔一句如果还不能满足的话 我们就使用原生的PAP代码 或者PAP标签 直接写PAP代码 都是可以的 好 所以的话 我们要尽量使用switch标签和比较标签 这种最为简单的方法 因为呢 它原则上里面是不包含PAP语法的 它是使用的变量调节器和系统变量 所以它的速度呢 可能性能呢会好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switch是怎样用于多条件判断的 好 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switch name等于user 这个等于user的时候不是dolofuser了 是直接写user了啊 只有一符语句呢 这边要写dolof 因为是pap语法 那么它是不需要了 switch 然后它要写case case 好 case也是双标签 然后写个value 那笔小心 好 小心 然后下面一个 好 黑旗一户 好 这边就是一户 如果说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我就default 叫做错误 好了 看到对不对啊 刷新一下 还是小心 那我这边写个蜡笔小心一的话 刷新一下就变成错误了 如果改成黑旗一户的话 它肯定是执行它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编译后的代码 好 看一下是switch语句 case 蜡笔小心 执行完毕之后呢 是一个break OK 那么问题是 它默认会将这个break防止穿透 它会默认添加 好 如果你不想让它防止穿透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将这个break设置为0 好 但是设置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设置这个的 为什么呢 因为设置为0的话会有个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蜡笔小心 对了之后呢 下面也会被执行 所以你这个时候刷新一下 就会小心一户都出来了 因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就变成穿透性质了 因为你后面这个break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你找到小心之后呢 就应该退出了 但是你break就没有退出 继续往下 所以导致了 小心和医护都出来 OK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标签 一般用于最最简单的变量比较 那么 基本上是可以代替一副一句的 所以如果是最最简单的 比如说大于小于 最多用的最最多的就应该是等于了 叫eq 那么用一般来说呢 用它就比较多了 因为它的速度也比较快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这边写的eq 首先是name name是谁啊 是user 好 也注意啊 跟switch一样的 是不加多了符的啊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Value 没有PAP的样子 对吧 然后Value就写个蜡笔小新 那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控制器的 一个的值 如果是等于蜡笔小新的话 那么就输出一段话 它没有多少分支控制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 对吧 小心 好 双心想还是对的 那我们看它是怎么生成代码的 刷新一下 那生成的代码肯定还是一符语句 ifuser等于蜡笔小新 那么就打印出小新 然后andif 就特别简单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是建议用这个的 如果是最简单的一符语句的话 那么其他的什么 neq啊 不等于啊 大于啊 小于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一个个是 最后一个是横等于 就是三个等于 不但 不但 比如说数字 你不但要要求是整呃 是同样的数字 而且还要要求它的类型相同 就用下面这个啊 好了 那么 他还有一个 你看这么多写的比较多 他还有个叫是统一的方法 叫compare 那么这个方法呢 就多了一个type属性 其他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试一下 其他的我们就不试了啊 compare name等于user value等于那位小新 它只有一个不同 就是多了一个type type呢 只要写一个eq就行了 eq 好 这边写上小新两个字 好 刷新一下 没有任何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它编译的文件 然后这边呢 呃 这地方好像 怎么还是这样子啊 刷新一下 这个去掉 嗯 先关闭 刷 刷新过来 没有 我们关闭一下啊 这个地方写错了啊 首先来compare 好 这个时候重新刷新一下 还是小心啊 刚才写错了 那为什么写错 还会输出小新呢 因为这个 这个标签错了 这个小新这个字呢 本身还是会打印出来 对吧 所以一定要了解 为什么错了 错了 为什么显示的 还是正确的结果 那么最后写对了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pap语法了 看到没有 OK 那么下面呢 sing的pap呢 还提供了一组 范围判断表情 in not in between和not between 那么这四个呢 其实呢 方法也比较好理解了 in是在 某几个数字中 其中一个 对吧 between呢 是从哪个到哪个之间 OK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先了解一下 in 我们在前面呢 给它加一个this asign 做一个id啊 有没有写错 id1 好了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这么写 首先写个in in 老规矩 name 首先是等于的是id 传过来的id value呢 value就是几个值 比如说123 我就判断 这个id呢 在不在这个123的三个里面的 其中一个啊 id在是其中一个 id是其中一个 刷新一下 id是其中一个 对吧 那么 它还有另外的写法啊 它可以分支 它可以这么写 else else是什么呢 id不是其中一个 好 刷新一下 没有变化 我只要把它改成11 刷新一下 id不是其中一个 好 搞定 那么下面呢 nodein呢 正好相反 nodein正好相反 我们试一下 好 123 id不是其中一个 id不是其中一个 刷新一下 不对 这边没写完的 node 好 后面还加个node 刷新一下 id不是其中一个 对吧 目前是11 不在123之间 ok 好 下面一个between between呢 是 1到10之间 就123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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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 W T N 好 对的吧 然后呢 这边写法是一样的 name等于 id value 等于1到10之间 好 id 在 指定的 范围内 刷新一下 id在指定的范围内 目前是11 应该不在啊 那么我就写错了啊 between 看一下 BET BET W BET W 好 然后呢 刷新一下 应该不在了啊 那我把这边的改成1之后呢 刷新一下 就在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生成代码的 刷新一下 看生成的是什么代码 哦 生成的是这么一个代码 好 生成的是这么这么一个代码 好 然后呢 上面是生成的这个代码啊 in array啊 OK 好了 下面呢 反过来 就是not between not between 好 刷新一下 就没了啊 就没了 那么刚才这个 大家就想了 这个between呢 它有 它自己有没有als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笔记上没有写 那么 因为它如果有als的话 呃 就代表这个not between呢 就在这里面 对吧 id不在啊 不在 刷新一下 id在指定范围内 对的啊 然后把它改成11 id不在指定范围内 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呢 in和between呢 都是支持的啊 都是支持的啊 OK 那么它呢 也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签啊 统一的标签 那么统一的标签呢 一般来说也是支持啊 这个 嗯 als的 我们到到时候试一下啊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run 我们先试一下 之前的话 有有没有als 我们也要试一下啊 好 因为笔记上 和手册上没这么写 刚才我们临时想到了 应该都可以啊 好 首先是id 然后呢 value等于比如说 123 好了 这个呢 我们就写id 不是其中一个 id不是其中一个 刷新一下啊 id确实不是 因为是11嘛 刷新一下 是的 然后它可不可以 先先放进去 它可不可以啊 注意了 这个地方呢 还要加个type type是硬啊 硬才可以 它默认是硬 好 刷新一下 ok 可以的 好了 那么这边 这边要注意啊 少了一个type 好 那它可不可以 来个als呢 id id是其中一个 id不是其中一个 这个应该是是啊 刷新一下 id是其中一个 然后呢 我把它改成11 id不是其中一个 ok 对了吧 好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把这下面 下面两个讲完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刚才的问题啊 那么这个name呢 是可以 得到系统变量的 好 试试看 用in来代替啊 默认情况下是name 应该是id 应该是id 然后value是123 然后id再是其中一个括号 in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改成1 那么现在呢 改成1 我们先来看这个 如果我说把这个name值换掉 改成sync 不要加doll 注意了 然后点上get 点上id 好 刷新就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加 问号id等于1 是其中一个 你得到的是1 然后呢 在这范围里找 可不可以 好 这是一种方法 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变量来改变这个name值 当然我这个可以改成user 啊 不是id 然后后面这个呢 我想用这个值呢 改变它 可不可以 那这个呢 我们就改成一个宿主 叫arr arr也可以刷新 什么都没有 然后后面我可以加个arr 等于1 2 3 确定 那现在是没有 啊 id 这边应该给的是1 那这边没有得到 是吧 呃 问号 arr123 应该是得到的啊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id是其中一个 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 看一下pap代码 pap代码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在value值设置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它在这里需要加个dolaf 好 我们没有加dolaf 所以没有获取到 ok 这时候呢 我们再 回车 id是其中一个 那么这边的话 就会有些地方比较绕人啊 在name的地方呢 是不需要加dolaf的 你在这个value这边 是需要加dolaf的 ok 好 回到刚才的eq 那我们想想 eq 可以等于小心 我把这番话就复制了啊 我把这番话就复制了啊 刚才打过的 那我们就想探讨一下 它可不可以加一个else 因为手册上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自行加一下看看 否则就是错误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 对不对 好 刷新一下 有小心 然后呢 我把它小心给它加1 就不对了 刷新一下 错误 那么也说 这个else呢 也是支持的 那我们看一下 它生成的文件 刷新一下 那ok 没有问题 ifelse and if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最后呢 感谢收看本资教程 本课程适合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库.com 联合提供 本资的总老师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